大头简直就是驰名双标代言人 只允许自己在莎莎面前换衣服 当他看到别的男队员要在莎莎面前换衣服时 立马挡在莎莎面前一点也不让看 还扭头看看莎莎有没有看见 应该啥也没看见吧 就连进电梯的距离间隔也不一样 我懂 是莎莎 而有些人的出现注定就是和别人不一样的 大头的爱与不爱真的太明显 你看他采访时视线的变化就明白了 和麦玉采访时绝不扭头看一眼 和小胖也一样 但和莎莎一起时 大头会顺着话筒移动到丁妹宝 大头你这也太明显了吧 果然爱一个人在细节中都是不一样的 童童过来你躲 莎莎过来我不动 和同事拍手 和莎莎拍手加拥抱 大头你这小心思还能再明显点吗